晕车药 吃对时间才有效 许多人喜爱旅游 但不少人有晕车、晕船等困扰 台湾张文静药师提醒 务必在上车、搭船之前使用晕车药、晕车贴片 如果晕了才吃 效果有限 专家表示 晕车药成分可分为第一代抗组织案及东梁荡检 Scopalamin 在使用前 应仔细阅读药品访单 并遵循指示使用 并注意用法用量及相关注意事项 避免过量使用 使用第一代抗组织案 应在搭车前30至60分钟服用 含有Diamond Hydronate成分者药效较短 作用时间约6至8小时 必要时 可于持续搭乘交通工具或症状出现在行服用 至于含有Michael Singer 药效较长 通常一天只需要服用一次 至于含有东梁荡检的晕车药 通常添加抗组织案或咖啡因 避免睡着 服用时机同样是搭车前30至60分钟 此外 该成分晕车药也有贴片剂型 至少于搭车前4小时贴于耳后 手腕内侧等较无毛法处 最常可以使用72小时 针对如何避免晕车、晕船 张文静则提出五大建议 一、在长时间搭乘交通工具前 睡眠充足、饮食清淡 二、搭乘时选择较舒适的座位 例如前座 避免坐在车轮上的位置 三、车内保持空气流通 四、尽量不在摇晃颠簸的车上或船上阅读 使用手机 五、在钥匙评估后 选择合适的晕车药 并正确用药 此外 张文静补充提到 如果在清晨五、六点集合、低车 建议睡前就贴上晕车贴片 药效可以维持18小时 就能减少白天搭车时晕眩之苦 至于口服晕车药物 如药效可以维持12小时 也可在睡前服用一颗 等到上车时再补一颗 关于服用晕车药物的禁忌有哪些 张文静表示 摄护腺肥大者应该谨慎使用 以免让排尿更不顺 清光炎者用药之后 则可能增加眼压 六岁以下幼儿因为肝肾功能尚未成熟 并选择幼儿专用的晕车药 健康生活编辑部 最后 我们下车的